云端计算,线上练习,数学,三位数,简单值值加法 我们看一下三位数的简单值值加法 我们先找一个三位数加三位数的 688加上666,比较复杂 我们先从各位数开始下 8加6,14,进1,写在上面 8加6,14,然后进1 好,这边1加4,1消掉,变成5 1加4,5,好,这边6加6,12 写在这里,1,刚刚的1,进位 好,这边1加2变成3 然后再把1消掉,比较单 1,3,5,4 就是说,先把进位的写在上面 上面加好的结果写在下面 最后再把两个上面有进位的加到下面来 我们再看一次 664加823,4加3等于7 6加2等于8 6加8是4,这个很简单 就直接写了 5加4,9,2加5,7,6加8,14 直接写到前面 好,再看一题 2加9,11,进1 3加3等于6 6加1变成7 把1消掉 6加8,6加8等于14 好,1,4,7,1 好,再看一题 6加7等于13,进1 1加7等于8 好,1加8等于9 好,这把1消掉 7加5等于12 好,答对了 好,看一下最后一题 做一个复杂一点的 都会进位 好,6加4等于10 进一个 6加5是11 11进1 好,上面的1加下来 变1加1变成2 把上面的消掉 再下来 4加4等于8 好,1加1加下来 刚刚进位的1加下来 1加8变成9 好,920 看看答案对不对 好,答对了 基本上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就是 每个位数 相加直接写在这里 有进位写到隔壁的进位区 然后 在 第二位再相加 8加好也是一样写在答案区 到最后才把进位的部分 再加回答案的部分 以上就是三位数的简单直式加法